嗨,各位小财神,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哦,将来银行,它开业了 那它到底有什么优惠呢?赶快往下看 今天呢,来跟大家聊的第一个 就是将来银行的产品权益解说 第二个,现在新户开户有没有什么好康呢? 第三个,它的亲友推荐活动到底是什么? 那么本团特案又是什么呢? 简单四个重点来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个,将来银行的产品解说 它的产品第一个亮点叫做账号自由选 如果你之前在三月初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 或者是社群媒体上面的资讯 你就可以就是先登录自己想要的号码 那如果是特殊号的部分可能早就没了 但是如果你有幸运的登录到你自己想要的号码 那么你现在开户就是你当初所预选的那个号码 那除此之外呢,开完户之后这个账户有 跨行转账免手续费次数66次 跨行提款免手续费有6次 跟Line Bank比起来的话,Line Bank提供的是88次跨行转账 跟5次的跨行提款 那相对而言的话,这次将来银行给的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跨提有多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搭配这个台新典或者是中信的ATM活动 那就可以再多赚一点红利点数 再来,高利活除的部分呢 从3月29号到5月31号 可以就是拿到最高0.8%的利率 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现在市面上高利活除 比较多一点的 无上限的是远迎Banky有0.6%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都是有上限的 比如说大户是50万 那新冠OU数位账户是1.9% 上限是20万 依此类推可能越来越少 那像联邦Line Bank可能就是2到2.5% 可以存10万 所以大家就可以比较一下 那你现在有活存资金多的 可以考虑先放在将来 可以放0.8% 再来 整存整付 这个定期存款的部分 你看到它这边有写到1.5% 你会发现其实前两天Line Bank 有推出他们自己的两年期 来到最高1.45% 那将来一上来呢 就直接把它就是超越 就直接变成1.5% 那Line Bank要存两年才有1.45% 那将来的部分呢 只要存一年就可以拿到1.5%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就是比较一下 那每一个专案的上限可以存300万元 然后到期一次可以利息 所以你300万如果存一年整 1.5%大概可以拿4万5的利息 所以提供给你参考 江江卡 它的刷卡回馈呢 最高来到5%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写的 无上限1% 就是怎么刷都1% 跟信用卡比起来 这个回馈率算是低了一点 因为一般信用卡都是2%起跳啦 不过它有一个额外加码4%的部分 每个人每个月上限200N点 那这样子回推大概就是一个月 可以刷个5000块 都可以拿到5%回馈大概是250N点 那超过的部分只剩1% 无上限 那N点是什么呢 N点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折抵下一次的账单消费 那在账上可以有两年的效期 不会失效 但是呢它也只能够折抵新增消费啦 所以它其实也不是什么有太多用处的一个点数 提供给你参考 再来 它的这个应该是贷款 因为毕竟他们收了很多存款 还是需要把钱放出去 所以它有做一个1.58的这个信用贷款 那开办费只要399算蛮低的 但是它绑月需要绑一年 所以这个算起来感觉上不是那么划算 毕竟那个Line Bank的好代推 它大概也不过就是可以绑月一个月吧 所以它不会绑很长 你可以就是借了之后就还 所以我个人觉得将来银行的这个贷款 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因为毕竟你一定要绑一年 不能够说你已经钱用完了 就可以随时还回去不行 不过它利率1.58也算是蛮低的啦 比那个Line Bank的1.69还要低 开办费Line Bank是488 那它这个只要399 所以其实有竞争 其实大家就会拿到比较多的好康 提供给你参考 再来来聊聊就是新户 开户有没有什么好康 有兴趣的可以点我们画面右下角的这个QR Code 就是扫码就可以直接开户了 新户送你200N点 你只要开户在绑定装置 你的手机这个 只要绑定进去 就可以拿到200N点 除此之外 它会再送你一个N倍券 这个N倍券6.66%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后面解说给你听 这个N倍券呢 就是你在将来银行的APP里面 然后你可以点N倍券 然后开启一个活出账户 然后使用这个N倍券之后呢 你就可以放2.5万进去 那么你10天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到45.6元的利息 那45.6元 四手入入就是46块钱 所以等于是放25.000 然后10天之后呢 它给你46块的利息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你开户就可以拿到200N点 再加上46元 所以最高就是246 那跟Lightbank的 目前的开户率300 比起来当然是少了一点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就是尝鲜 好康 那你可以考虑就是 现在就可以上车 除此之外呢 其实它这次还有一个 亲友推荐的活动 然后也有这个 我们本团自己也有额外做一个活动 你可以参考一下 亲友推荐的话呢 就是只要你有将来银行的账户 你就可以推荐身边的亲友上车 就这么简单 那可以拿到什么呢 你的亲友可以拿到的就是246 最高246元 不管有没有跟团都一定有 那你只要把你的推荐连结 要丢给你的亲友 他们开户成功 你就可以多拿100N点 揪10个就是1钱 揪100个就是1万 揪500个就是5万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 往上叠加上去的 那如果你身边的亲友呢 有在邀请其他的朋友上车 那你还可以额外拿到一个将将盒 这个将将盒里面呢 可能有200N币 100N币或50N币 总共就是840份 那就是被大家领完就没了 所以这有点类似是这种老鼠 会这样子一层一层下去 那这个太麻烦了 可能一般人做不到就算了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跟团上车 那我可以拿到100N点 等于是100元的价值 那我就举办活动回馈大家啦 本团的部分呢 你只要跟团呢 我最高回馈200 那分成三个等级 如果你是一般成员 就是没有加入幼幼班的人 就是一般成员 那就是给50积分 50积分可以换50元商品券 幼幼班的话呢 给多一点 给100积分 100积分可以换小期100元 那200就是给 更忠诚的粉丝朋友啦 就给基础班的朋友 他就可以跟团拿200积分 可以换200块 银行给我100 然后我就送200出去 这绝对是赔本的生意啦 但是呢 就是忠实本事总要对他们好一点 所以这是本次的活动 那相关的活动细则呢 我们在这个页面有 你可以暂停来看 或者是你可以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也有相关的活动响起 那以这个文章的内容为主 要上车很简单 只要推荐这个填上指定代码 AXKZE就可以了 或者是扫右边的这个QR Code 就可以直接上车 其实是蛮简单的 那将来银行这一次呢 我简单做个总结 因为我自己今天才刚开户啦 我自己试用过之后发现 真的三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开户 其实他的整个操作流程非常的顺利 那后来我拿到这个成功开户的通知之后 立即登陆这个APP 其实他APP操作也做的蛮可爱 觉得还不错 其实蛮顺手的 然后跟其他银行也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就是下载 然后开户使用看看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次见 拜拜